今年7月才因枪炮案假释出狱的屏东县车城乡王姓男子 前晚迎开卡拉OK和冰狼滩的女友为暗示返家 电话中又听到争吵声怀疑有人追求女友 带着制式手枪到女友冰狼滩开一枪 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过去擅长利用山林地形隐藏行踪 与外号穿山甲占龙兰前名的53岁王姓男子稍后在住处逮捕他 警方说王和女友在车城乡保丽村保新路开冰狼滩并附射卡拉OK 前晚90时王发现女友未暗时回家 打电话给女友听到争吵声 以为有人在追求女友 骑机车持制式手枪到冰狼滩 卡拉OK电影无人 他对空开一枪戒分后随即返家 警方调阅监视器 发现开枪者是十年前有野人之称的王姓男子 王当时在恒川半岛地区放下枪炮及毒品案件 因擅长利用山林地形隐藏行踪 又有改造枪支专长 被誉为雨穿山甲的战龙兰奇名 当时动用霹雳小组及刑事警察搜山 终于在山洞内逮到他 2010年因枪炮案件入肩服刑 7月才假释出狱 警方持拘票到王姓男子牡丹江大梅村住处将他拘捕 在附近树林查获他手枪一把及子弹17颗 讯后依照违反枪炮弹药刀借管制条例 最前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警方凯探 王源在狱中吸的一首好话 平日都在家作画卖画想不到为了女友名枪 还要回去服残刑 因枪炮案件入肩服刑 7月才假释出狱的王姓男子 为了女友对空名枪又被逮 记者潘心中翻社分享 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王姓男子 记者潘心中翻社分享